所以在神无所不能 但是你们要注意到一件事情 当我们在这里讲神无所不能的时候 不要误会了 不要去误用 神不会犯罪的 那你说这就是神不能 所以他是不能够违背他的属性的 他是圣洁的 所以他不会犯罪 那你说那我就找到神不能做的了 所以有人在这里挑战 他说神能不能造一个 神自己搬不动的石头 你有没有听过人家这样讲 如果他能够造一个搬不动的石头 表示他搬不动那个石头 神有不能 那如果神不能造一个搬不动的石头 表示神有所不能 所以这是故意在这里找茬的事情 对不对 那神的无所不能 是不会违背他的属性 不会违背原则 也不会去把自己束缚到一个地步 去against他自己的本性 所以神为什么要去造一个石头 是不能搬的呢 神如果造这样的石头的话 他就违背了他无所不能的神性 他不做这件事情 就像你为什么要去 叫神去画出一个圆的正方形呢 这是矛盾的事情 全天下哪里有一个圆形的正方形 这是矛盾的事 所以神不会去做矛盾的事 这是神的本性 神决定不做矛盾的事 不做犯罪的事情 所以你为什么叫神去做一件 他认为是矛盾的事情 去违背他的性情的事情 所以这是人在理性上 想要钻刘脚 今天要去挑战 我想我们今天在讲神学的时候 我们没有时间去细讲这些东西 但是不要被一些 没有信耶稣的不信主的人挑战 就吓到了 说神是不是真的不信 神无所不在 神无所不知 神无所不能 他对他所创造的万有 他所同管的万有 他决定有他的主权 他的权柄决定可以通行 但是他不违背他的属性 他不违背他的原则 他不去做矛盾的事 他不去做措施